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还没看见黑衣人 黑衣人呢 他被人扔下去了 这样听懂了没有 听 听 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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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了 不认了 这样刚刚的酸牙 弄我老爷 酸牙去 那肯定死了 这要是全是 赶紧去看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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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大宝 牛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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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宝给挂树上了 大宝没死 老爷 老爷 你 你太幸运了 夫大名大 好富无穷啊 老爷 你别哭泥泥了 赶紧想办法救老爷 怎么救啊 又没有绳子 把衣服脱了 脱衣服 对啊 老头 我买你回来 供你吃供你喝 还培养你唱小曲儿 脱不脱啊 行了 别哭哭啼啼的 这也不够长啊 再脱就没影了 行了行了 没说脱你 不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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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长了 行了 老头 我终于知道那时候 为什么我在大街上 把你买下来 下去 不脱了 我将大的胜数 又要下去 换你什么插出 可没算死啊 那你说谁下去啊 我下去啊 我这么大一头儿 我刚一下去绳就断了 快下去 好啊 行行行行 不让你下去 不让你下去 来 来 拿着 你拿着这头儿 抓好了啊 我问你 飞飞啊 好啊 夫人 大夫来了 来 夫人好 你是大夫 对 怎么证明你是大夫 这 什么 怎么 这 怎么 我这大夫怎么证明 我们家八代行仪 到我这儿第十代 所以我自然就是大夫 你第九代呢 第九代 夭折了 老骨头 搜身 看着贼没熟眼呢 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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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这是对我人格的一种侮辱 同时还玷污了我的身体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那我就走了 别别别 你早都说不就完了吗 没得迹象法你看看 我告诉你啊 今天你要制补好我相公 饶不了你 夫人放心 我行仪几十年 人送外号 滑驼在世 只要我一把脉 便知是合并 你们家老爷一定是饮酒过量 导致的晕厥 我说的对不对 不对啊 那就应该是 就是 吓的 老爷胆子小 惊吓过度 导致的晕厥 对吧 更不可能了 那就是老爷的头部被盾气所伤 导致的晕厥 对 大夫你使用的是排除法是吧 医学讲究的是望闻问切 我主公的是问 既然夫人不喜欢 那我就望一个 我知道了 老爷是被毒蛇所伤 那怎么办啊 老爷要是遇到别人 那就没救了 但是遇到我 就得救了 我专制蛇毒 蛇一见我撒嘴就哭 离发剂 我先用我的针 封住老爷的血脉 这样毒液就不能侵蚀到心 好 老爷的血脉已经被我封住了 接下来就是 我要把他体内的毒逼出来 我行医几十年 落下了一个毛病 就是晕血 我一见到血 就会立刻晕倒 但是没关系 我有对策 我一旦晕倒 你用这个针 扎我的脊梁骨 我就可以立刻清醒 明白了吗 然后你只要看到我闭眼 就告诉他 好吧 来 开始 扁 那是七段骨 疼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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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闭眼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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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眼 这 这这 这 dette 眨眼眨眼眨眼 眨眼就不必眨了 这个服毒已经被我逼出来了 但是就是现在 就剩下体内的毒了 体内的毒是逼不出来的 一定要用嘴吸才能吸出来 我呢 先到那边 去洗澟的药方 你们两个商量一下 谁来用嘴吸 哭什么呀 吸吧 夫人 我几十岁了 我都想要一个善猪 花这么多钱把你买回来 就是吸毒用的你不知道啊 你快吸 体现你人生价值的时候到了 快来 就是老爷一命的事 你怎么回事 我 我 夫人不是不能喘气 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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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心 你给我装啊 你该给我装 大夫 大夫 我把钱 我有好多钱 血 不行了 快 把老爷屁股上的舌头吸出来 不然老爷性命堪忧啊 我去了 大夫 为什么会咬到屁股呢 大宝霞一次又一次地救我 真的是太好了 我太爱他 大宝霞不仅武艺高强 还英俊潇洒 忘记问题 跟大阪霞提亲的事情了 不行不行 走 小姐 老爷交代 让你在这儿敬仰 我不会出神福的 一会儿就回来敬仰 小姐 小姐 到底是什么人 要对牛大宝下次毒手 是不是牛大宝暴露了 那到底会不会行啊 如果不行怎么办 我看不到现在跑了 免得以后麻烦 春花你不能走啊 现在牛大宝生死未卜 你就这么走了太不仗义了 要不是牛大宝 你早被黄花一点人认出来了 也许你就被杀了 你长得这么美 说不定都被非礼了 好可怕好可怕 老爷 老爷 这次你就放心吧 牛大宝必死无疑 我会出什么意外吧 绝对不会 我们的人放毒蛇咬了他 怕他不死 又把他跌下悬崖 这次就算他有十条命 也活不成 这个牛大宝还真是有情有义 看见连儿被绑 竟然没有退缩 老爷 对敌人的手软 就是对自己的无情啊 现在我是最担心 怎么向连儿去解释这件事情 老爷这个我自有办法 刚才咱们说 牛大宝被黄花一招去办事了 如果发现牛大宝的尸体的话 咱们就说 牛大宝在办事的时候 被毒蛇咬伤 导致神志不清跌下山崖 他只是个小女孩 过几天也就放我了 好 沈棍 你立大功了 我爹要重伤你 谢老爷 不过死了个牛大宝 明天还肯定还会找下一个牛大宝 所以我们要趁这段时间 准备滥前 是 开门 开门 我大宝珊是不是摔下学员了 大宝珊 对啊 她摔下学员了 她是不是摔碎了 谈病大 她挂在树上 我老夫人把她救回来了 大宝珊没死啊 没死啊 那她现在在哪儿 我要进去看哪儿 去那边有用她分离不醒啊 还不知道谁不能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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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忙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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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进去 你 你 算你们识下 谁敢再来我 非诈无焉 过来 过来 大宝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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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 你怎么了 过来 你不要晃她啦 她叫孙儿 没有涮碎 就给你晃啊晃啊晃睡了 夫人脾气不好 也还不走 我很难交代的 我能不能单独 跟大宝珊说句话呀 我保证我再也不晃她了行不行 我再也不晃她了 我再也不晃她了 我求求你 求求你 这 这 这 求求你 快 快点 快点 大宝珊 你怎么了呀 你起来说句话呀 我还没有正式告诉你 我喜欢你呢 那我现在正式告诉你 我沈灵儿 特别喜欢你 反正这辈子 我已经下定决心 无论你答应与否 我都要跟着你 就算你一辈子躺在双双 我也要跟你一起躺 就一起躺着过一辈子 大宝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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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第一次见出我的辈子 我就喜欢你 那这样我 我从一 数到三 我就开始成飞针了 我知道 你一定会接着我的飞针 一 二 三 那 你怎么没反应了呀 大宝珊 大宝珊你醒醒呀 你醒来接我的飞针啊 我 岭儿听话 你听话 沈灵儿 你还没死呢 严静 岭儿比死还难受呢 别以为 比我年轻几岁的交我姐家 在这里要叫我牛夫人 赶紧出去 你干什么呢 我不是故意摘大宝霞的 我摘大宝霞 我是想让大宝霞醒过来 醒了吗 喂 没有 你还炸 老吴 老吴 来 干什么呢 什么动物都往里放 赶紧让他出去 走吧 过来都怕我了 走了 我不走 今天大宝霞不行 我哪儿都不去 不走是吧 不走我动手了啊 那你打我吧 行 沈凌儿 你要是再不走 我就告诉龙大人 让黄花艺杀你全家 走不走 走不走 走吧 走了 等会儿 带他带他带你破针 赶紧出去 大宝霞 快点 大宝霞 走 走 啊 我五岁开始学习飞针 当时我都跟自己说 能记住三只飞针的人 就是我的如意郎君 我跟你说 我爹同意我跟大宝霞在一起了 太关系 我跟你说 我爹同意我跟大宝霞在一起了 太好了太好了 我跟你们说 我爹同意要向大宝霞提亲了 我爹同意我都要在一起了 但是人还在昏迷当中 有没有查出是何人所为 查出来了 属下密探告知 这事啊是沈老三做的 这个沈老三 我看他是吃了报子胆的 敢对我们黄华一的人动手 我现在就带着 好了 这件事你不用理了 我只有分寸 不是 那沈老三必须得办的 那我说话里面有听清楚吗 属下告知 要你们什么用啊 小姐现在彻夜未归 她如果有什么事情 我让你们全家给她摆上 奴婢该死 奴婢该死 小姐说她昨天不会出神父 奴 奴婢以为小姐贪玩 就没及时向老爷汇报 我 老爷 老爷 小姐生性贪玩 也许这次要偷让跑出去玩了 不是 现在是非常时期 小姐一旦回到第一时间通知我 就是锁给她锁屋里 都知道吧 知道了 知道了 船个 不 去 行吧 你行吧 行吧 刚才饿了 被她这么一喊 我也有点饿了 不想去做点饭吗 妈 严严薄 好 行了 行了 怎么会这么安静 这么静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我死了 死了也挺好 比痛苦的活着强 谁打我 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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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给脸不要脸啊 都昏迷一天一夜了 差不多得了 这么行我走了 醒了 我在哪儿 在阴曹地府 我死了 你也死了 才死 我还疼 根本我还活着 老爷 你早晕哪里没死啊 新闻有问题的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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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 那个一会儿你去把那个 我买那个蛇药给老爷给煎了 我一会儿煎 那治蛇毒的那个药啊 好 我跟你说 那个药治昏迷可好了 人家说哪怕昏迷一年 一喝马上就行 我都醒了 我不用喝药了 买都买了 你就喝呗 这是昏迷的药 我都醒了 我要喝的干吗呀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我都买了 你就喝呗 我帮我去买药间了 吃饭 你刚才掐我大腿了 可我脸怎么这么疼啊 你别问这么多了 龙大人万府 大宝怎么样 醒来了 好好好 我进去看看他 大宝 你还好啊 不要动 上了气 好 大人 你能光临寒舍 实在让小的是受宠若惊啊 春花 你龙大人请安 不用不用免了 春花 我这儿有个上好的人 陈森 你去帮大宝煎一下 让他养气 养气啊 好 叔 跟春花一起去 好 牛大宝 谢谢龙大人 你的事啊 我都知道了 都是等沈老三干的 你放心 我会替你做主的 大人 小的的命不值钱 小的为朝廷 为黄瓦翼 为龙大人 都可以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哪怕你那大宝 我只是没想到 沈老三 会这样 我也想不到 沈老三 他敢做这种事情 龙大人 我不怕他把我怎么样 我就怕他对您使坏啊 放心吧 就沈老三那个丑重 他能奈我何 大人所言及时 大宝啊 你不要怪我说你 你知道 你为什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就是你对沈老三太客气了 大人说得对啊 大宝啊 大说要大齐寸 勤贼要先其忙 沈老三这种人 钱才是他的命根子 你懂吗 小的明白 大宝啊 你一定要安心养伤 等你伤好了 我们一起 对付沈老三 老大人费心了 对付沈老三的事 还是我亲自动手 大宝霞 你在这儿干吗呢 我的大宝霞呢 大宝霞叫服务院 我想看看大宝霞 你看他不用跪在底下 我是来向大宝霞 父亲请罪的 不行啊 夫人骂我的 你要再管我 我再拿飞针扎你 大宝霞 大宝霞 是谁呀 快点吧 抄抄 抄 抄 抄什么呀 妖 这不是小妖精吗 你才是小妖精 听说你跟你爹 把大宝算去了 怎么了 现在又上哪处啊 赶紧回去吧 做出这种事 谁也不会原谅你的 我不跟你说 我跟大宝霞说 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 跟你说了他休息了 不会出来见你 你干吗去啊 快点快快快 大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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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向你父亲请罪了 大宝霞你就原谅我吧 我那么喜欢你 我怎么可能跟我爹 串通一气害你呢 人家都说 不知者不怪 请你相信我吧 你那姑娘家贵的人 屋里成什么样子啊 快起来 你要是不相信我 那我就一辈子都这么贵着 我知道我爹家 还与你不好 可他必定是我爹呀 我 送客了 你 你走吧 老爷 这个是桃花家呀 前两天哪封面不醒 他一天一夜没合眼 在外面归了个一晚上 哭哭啼啼 看见他这个情况 我的心也不舒服 大宝霞 你就原谅我吧 行 我原谅你 你背那什么呀 我来向你父亲请罪啊 但我一时找不到金条 所以就带了树枝过来 金条都找不到 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不 不 不 我有诚意的 那我现在去找金条 行了 行了 我没生你气 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我是跟你爹的事 你爹要弄死我 我怎么原谅他 那宝霞 我爹也是一时糊涂 我保证 他以后绝对不会再加害于你了 我向你保证 我不会杀了你爹 我也不会让黄花艺的人 杀了你爹 但是我跟你爹的事 我们自己解决 跟你没关系 你现在回家 明白了吗 我不回 你要是真有诚意的话 你就把这捆柴搬到柴房去吧 行啊 顺便再做两个小菜 行 你给大包条个了 行 行 我去帮她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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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想看我 仲家兄弟 此次 我们进入京城的首要任务是 护送朱一卫 出京城 明日仲家兄弟 随我一起寻找朱一卫 接到朱一卫后 即可出城 明白了 范大哥 我 我有一事不明白 你说 可有朱一卫画像 朱一卫 乃我大明朝后人 为了护其安全 并有画像 那范大哥 你是否见过他的模样 我 并未曾见过他 那 那我们就 我们怎么寻他 我这儿有一句切口 如果朱一卫能答得上下一句 就能证明他是朱一卫 是 牡丹花下死 范大哥英明 英明什么 我切口还没说呢 做鬼也风流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明日仲家兄弟随我寻找朱一卫 然后誓死 护送他出城 是 范 范大哥 我还有一事不明 你说 去哪里与朱一卫会面呢 你着什么急嘛 我马上要跟大家说的 计划已经布置得很周全 您不用担心的嘛 明日 去寻访朱一卫的地方就是 京城第一青楼 万华楼 干什么 想什么呢 明天去了万华楼 谁都不许做勾起之事 京城里面鱼龙混杂 肯定会有很多的亲口 如果 我们遇到了亲口当道 齐心努力 杀方亲口 齐心努力 一三 皇城庚儿天死脚下不要命了 保存实力 躲着点走 我现在能串心了吗 大宝露 大宝霞 你真的找我爹算账来了 对 我来找你爹算账的 我不要让你进去 我知道是我爹不对 他对不起你 可是他是我爹呀 以后我为你做牛做马 替他赎罪好不好 牛大人您 您怎么来了 是不是分不清世人是鬼呀 牛大人在说什么呢 老夫怎么听不懂 现影毒蛇咬我 怕咬死我把我扔下悬崖 幸好有棵树把我挂住了 否则我现在早已经死了 这是谁胡说呀 爹 灵儿 爹跟牛大人有要事要谈 你赶紧回房 爹 昨天你跟沈温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沈老三 你一个明朝余孽 我看你是活腻了吧 沈贵 你真是胆大包天啊 竟敢背着老夫加害于牛大人 老爷 明明 明明 什么明明 来呀 把沈贵拉出去 看看 老爷 我是沈贵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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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沈贵啊 牛大人喜怒啊 都是这个沈贵啊 自作主张 他背着我 去干这些坏事 这些事情老夫是真不清楚 还请牛大人 替老夫向龙大人 烧个信 就说我沈老三 对天发誓 一定尽心尽力协助你们 当好和善 这件事我已经跟海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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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太让我失望了 灵儿 你听爹给你解释 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 没想到你这么狠毒的人 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原谅你的 灵儿 我给你解 这群饭头什么事都干不明白 朝廷最近在抓一个明朝余孽 名叫朱一卫 此人乃朱元璋第六子 楚昭王朱贞的第九代曾孙 我今天叫你们两个来 就为了跟你们商量这件事 小的得令 小的一定把这个人给你抓来 你这么神通广大 还要我们黄花仪干什么 你知道此人身在何处 他在一个没有人发现的地 没脑子 此人乃明朝余孽 未曾有人见过其面 现在红帮的人也在寻找此人 你们一定要赶在红帮之前 把此人抓住 他们有一句秘语 这句秘语便是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如果有人对上下一句 此人就是朱一卫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不过我也告诉牛大宝 大人您放心 万花楼我手 我今天早晨早点才刚回来 行行我这就带人就去 好 翠鸿啊 你喜欢诗词吗 喜欢喜欢 好巧了 我也很喜欢哪 柳玉啊 你喜欢歌副吗 喜欢喜欢 太巧了太巧了 我也很喜欢哪 谢谢你 这 这 这 漫大科的眼光果然是与众不索密 只有融入环境 才不会被黄华翼的蜜蜜发现 好 黄华翼 快去对爱你吧 你看啊 这个一个男子 和一个女子在一起 那就是个好词啊 好演好演啊 好演啊 这酒太棒了 那我们再喝一杯吧 兄弟 牡丹花下死 兄弟 说什么呢 牡丹花下死 牡丹花下死 孩子 你有病啊 牡丹花下死 接下一句 接个屁 你找我打呀 你 做活野风流 做活野风流 戴上 牡丹花下死 什么意思 说下一句 做活野风流 戴上 干嘛你们 怎么回事啊 闭嘴 大人 万花楼一半的瓢子 全被我们抓来了 这么多老爷们 能搁这儿相聚 也是有缘的 这从道德的 因为他们全部都对大入友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龙大人说得来这儿 龙大人能瞎说吗 你这么厉害 你别用你那破诗了 你那破诗三岁小孩都知道 怎么样 再会儿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 我就 呱唧我一嗓门 我大喊一声 周伟伟 谁第一个回头 你就把谁拿下 是 是 对 那是故意的 又小爷 真俊的 现在坐走吧 来 准备两个菜 好好喝一下 好的 你们笑我 凡达哥 此时不妥 有何不妥 这句暗语 无人不止 是不是 来错地方 怎么会这样 真是事风日下 人心不顾 凡达哥 要不然这样 我们喊主一位的名字 如果他回头 咱们就能确定 一定是他 不妥 不妥 这么做 太愚蠢 主一位 好 拿下 是 太愚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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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 大家继续 大家继续啊 大家继续啊 大家继续 来了 来了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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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查听准吧 你们凭什么抓我 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啊 也不想知道 不知道不行 我是黄华翼的毛刚 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抓你了吧 带走 等等 毛刚是吧 抓我没问题 要杀要寡随便拟 但那些人是无辜的 放了他们 没看出来 你还真是一条汉子嘛 拿这些嫖客的账也进你身上 带走 慢着 我自己会索 还挺横 你看什么呢 你是不是看我屁股呢 你屁股好了吗 屁股好了 真的啊 真的啊 那是不合适的 我也看看呗 你看看 别别别 别别别 你那么害臊干嘛 别别别别 我也看看 老爷 来 外面有个属狗呢 他说龙大爷 要我们钥匙去找你 急得拨护 好 有钥匙 什么钥匙啊 不知道啊 我过去看一下 那个你千万别出去啊 我能去哪儿啊 别碰我屁股 来来来 回来回来 会赌钱吗 不会 买你回来干什么 买你回来干什么 吃饭了 来来来 仲家兄弟 你们知道 我为什么不让他叫 朱一卫的名字吗 因为不让他叫 朱一卫的名字 是为了救他一命 我就说了万华楼里面 有清稿 怎么样 我果然没有说错吧 果然没有说错吧 果然吧 谢谢范道哥相救 我们怎么办呢 范道哥咱们跟他们 明清明大地拼着 试试救助朱一卫 你刚才极快的语速当中 透露出一种 势如破竹的气势 很好 我们一定要找到朱一卫 我们也不是贪生怕死之人的 但是不可鲁莽 一定要从场进入 范道哥说得对 范道哥你说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不但势如破竹 而且还透出一种 勇往无前的气势 非常好 我要的就是这种气势 接下来你找龙牙 让他找到小火炮 务必查到 朱一卫在何处 是何人所谓 好 我这里去办 范大哥 小火炮是谁 他是我们红帮 安插在放化液的密探 务必再问他 我让你 快去 不得一生不由己 黄昏欲宽心皆宇 岁月三缘又去 如云若即如旅 平中外朝思目的 平中外朝思目的 思念几千丝万缕 恨一曲 与君长相遇 当一生不愿意 我愿意 笑看起尘埃落地 孤言非离 愿此生 愿未情 愿此生 愿未情 再相聚 愿余 这孤子夜里 不觉起长夜梦里 清愁虚弄我扑敌 举杯难没有痕 死能有我有你 可再问起前尘旧事 吹皱起心之涟漪 泪一滴 天生爱之地 等一生 我愿意 小看起尘埃落地 孤雁飞离 愿此生 愿未起 再相聚难遇 这孤子别离 等一生 我愿意 小看起尘埃落地 孤雁飞离 愿此生 愿未起 愿此生 愿未起 再相聚难遇 这孤子别离 等一生 我愿意 等一生 我愿意 小看起尘埃落地 孤雁飞离 愿此生 愿未起 再相聚难遇 这孤雁飞离 这孤子别离 孤雁飞离 涅离